中文字幕 王霍邪 王霍邪先生是國際上非常有名的香港水文畫家 王霍邪老師作為一個香港藝術家 他的藝術不僅是將中國的水墨畫 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 而更加是見證到香港的精神在哪裡 他做成一個很友善的方式 我認為這只能做成真正的師父 這次我有機會在理工大學這個創新樓 做一個回家的感覺 王霍邪先生和李大逸很有冤緣 早在七十年代 他就在我們當時的設計上任教 教了十年 培育了非常多的設計人材 王霍邪老師對我們設計學院 一路承傳下來的貢獻 對我們來說其實是一種好像神話 當時我以理工為家 日與繼夜在這裡工作 所以你邀請我做這個展覽 我一口應聲 王霍邪先生回來理大舉行個人畫展 回顧他這麼多年的作品 還會在與藝術家對話當中 跟大家分享他這麼多年的藝術創作經驗 真的很難得 香港理工大學駐藝術家計劃 今年已經踏入第十七個年頭 特別高興就是今年的節目 能夠得到 Art Basel Hong Kong的協助 將今年的節目 可以向國際的觀眾推廣 大學校園的文化節目 能夠面向國際 實在有賴王先生的鼎力支持 而是在《大學校園》在《大學校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就选了四个主题 每个主题代表了我的一种的探索 今次我们的主题 我们主力是想强调一个回的概念 这个回的概念其实有很多重的意义 我生命的历程包括了在外国十多年 回归是一个很主要的转捏点 回归回流是令我有一个机会 再深一层去体验中国的自然环境 以及它的文化历史 今次我有机会 在理工大学的创新楼做一个回归展 我又踏入理工大学的设计学院 这个新建成的建筑其中一个课室 令我产生一种回家的感觉 今次的展览来说是展出了 王老师的三式品箱很代表性的作品 可以反映到王老师在不同时期的探索和成就 今次的展览来说 其实是分开有几个重要的主题 全神立身 几何见罪 求变 并不是显成 其实也透露了王老师的心态 他在传统里面建基 在几何里面寻求他的新面目 在线条和山水的组织上面 不断求变 但是最后最重要的就是 在他的笔文里面 最重要是表现出一种友情的境界 王老师在很多他的文章 或者在他自己谈论艺术的时候 都着重到天地情 是如何透过我们中国传统的水门 而将它变化成为一个新的意象 来表现出不知是艺术家的探索 甚至是个人的反思 甚至是个人对这个自然 对这个山水大地的感觉 是一个圆满的境界 今次主办王无邪先生的 个人展览会 我也要多谢我们艺术界的朋友 给我们的支持和提供的协助 我在这里特别想多谢 香港艺术馆前馆长 邓凯超先生 義務担任我们的顾问 也很多谢我们的同事 在设计学院的洪强博士 是担任策展人 他要求学院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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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学生 他要求学院的学生 更多的学生 他要求学院的学生 他可以评论 和我们学生 做什么想法 这些工作 他在这些工作 他在这些工作 他从中的发展 他从来的 inspiration 我认为这种想法 是很重要的 和我们学生 我相信 黄先生的艺术 会帮助理大师生 康复视野 加深艺术文化修养 加深艺术文化修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